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铜蒿不火锅不凉拌 做法非常简单,又营养健康的吃法 爱美的人一定要试试这样吃 铜蒿,首先我们切掉根部 丢掉不用 剩下的用水洗干净,再控干水分 水分剩下薄薄一层就行了 放到一个无水的盆里 加适量的食用油 抓均匀 先少加点面粉 然后再抓均匀 我们再次加入面粉 同样还是抓均匀 面粉加到像这样薄薄一层就行了 然后铺一层打湿的龙布 放上拌好的铜蒿,不要按压,越蓬松越好 铜蒿这样吃千万不要切 切了之后很难加起来 水开上锅,大火蒸 大概蒸个三四分钟就可以吃了 铜蒿已经蒸熟了,特别的散 放到盆里,趁着热火我们搅散开 搅散之后,先让它一边待着凉快去 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点蒜 加适量的盐 放入切好的蒜末 辣椒粉 烧好的玉米油浇上去 这样做出来的铜蒿蒸菜 吃起来特别的美味 爱美的人一定要试一试 记得给阿胖点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